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先吃蔬菜呢可以抑制糖类跟脂肪的吸收 然后最后在吃米饭就是主食的时候 你前面已经吃了一些垫了点肚子了 最后再吃主食就不会吃进去太多了 第二点一定要反复反复告诫自己 要细脚蜿液 因为我们脑中呢有一个感应饱腹感的神经中枢 要让这个神经中枢运作能从开始吃饭计算 大概是需要20分钟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吃的太快的话 你就感觉不到自己已经饱了 细脚蜿液呢更容易产生 饱腹感的食量呢也会慢慢减小 包括我之前也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 好像是美国的科学研究表明吧 大口吃巧克力酱 要比小口吃巧克力酱多摄入100大卡 而且你们也没发现一般来说 那些瘦子普遍吃饭都会比较慢一些 我的舅妈就是这样 算了不举例了快转狠 所以说细脚蜿液 像我之前说的菜肉饭这个顺序 吃菜的时间呢应该控制在5分钟左右 第三点呢就是把你们的饭碗都给我换小一个size 我之前减肥的时候就是我的饭碗都比别人小一圈 这就有点心理学上的方法了 你饭碗虽然比人小了一圈 但是也是吃了一种晚饭的 饭量减少了 但是满足感是不会减少的 第四点呢就是多喝水去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我之前在减肥的时候 每天都是喝满两升以上的水的 但是说实话我自己是不太爱喝白开水的 所以我就会泡一点茶叶啊 或者玫瑰花茶之类的 让水有点味道就比较好喝的下去 第五点呢就是少吃猪肉 多吃一些牛肉啊鱼肉啊鸡肉也是OK的 而且吃这些肉的时候都尽量去皮 这些皮上的脂肪含量呢是有点多的 我自己之前在减肥的时候 就特别爱吃鱼肉跟牛肉这两种 第六点如果你实在忍不住 非常想吃零食的时候 就可以用一些水果或者坚果代替 我不是说水果或者坚果不胖啊 水果也尽量给我选果糖含量比较少的水果 但我自己比较爱吃的就是番茄 还可以多吃一些橙子去补充一下维生素C 第七点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及时 这也是为什么我给你们推荐那个 《台湾美眉减肥法》 你们只要根据它的第一周和第二周去执行就好了 它从第三周开始呢就有点我觉得有点激进了 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只要第一周第二周第一周第二周 这样一直反复反复反复循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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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看过那种很激进的节食减肥的姐妹 在停止减肥之后呢就很容易立刻复跑 《台湾美眉减肥法》的第一周第二周它就是 它不会让你去过度的节食 你想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吃 只是你的量要少并且吃的方法要正确 第七点呢 第八了吧 第八点呢就是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可以在旁边放一碗清汤或者清水 特别是像食堂炒的饭菜就 嗯还挺油的 你可以把那些菜呢在汤里面涮两菜再吃 其实我觉得吧 味道不会差很多 接下来的第九点就是听从你自己身体的意愿 我看过日本一个节目他们说 一日三餐只剩入于正在成长的小孩们 在我这样已经停止在长身体的朋友 其实没有那么严格的一日三餐的规定 有些人其实明明自己根本不饿 但是一到了晚饭感觉你到了饭点 就是得吃一顿饭 没必要啊 其实可以听从自己身体的意愿 差不多就是这九点了 应该没有超五分钟吧 偷偷告诉你们 其实这个视频呢 我前两周先以短视频的形式发在了小文书上 然后就有一些姐妹给我留言说 她们用了台湾美眉减肥发 和这些小tips之后都瘦了 真的非常的开心 所以如果你们想在疫情结束之前瘦下来 让大家眼前亮的话呢 就可以行动起来了 好啦我是小林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解续睡觉了 B站的宝贝们记得给我